最近我每晚失眠, 難以入睡 令我日間烏眉盒睡, 整個盒眼睡 失眠, 我以前也試過 但睡前喝一杯熱牛奶 這樣就能睡著了 喝奶是不可以的 睡前喝可能會胃酸獨留 用龍眼乾沖睡喝, 它可以幫你安神 不要理會 龍眼乾, 乾燥燥, 聽名字就知道不行 吃焦吧, 吃焦, 有色安酸 可以增加脫下激素 好, 吃完鬆一點, 包你睡得更好 先吃飯 老闆, 你拿我的帳號什麼時候玩 糟了, 收帳, 先拿著這招 突然很睏就去收貨, 很睏 什麼? 華范粉? 想不到收帳才是最佳偏方 不過究竟哪種食材最值得呢? 想破解這個米? 就要問以下的位專家 有很多研究指出 臨睡前吃奶類的製品 例如牛奶或芝士 其實是可以幫助睡眠的 但背後的原因 其實未完全明白是甚麼事 其實不一定是100%對睡眠有幫助 而現在亦沒有一些研究證明 喝一杯牛奶有足夠的退黑激素 或者色安酸是可以用來 單獨治療一些睡眠質病 喝茶竟然可以改善睡眠質素 癲定瘤? 有 茶藝中有三種比較對人體有功效的物質 包括茶多酚、咖啡因和茶安酸 在2017年有一個日本的團隊 做了一個小型研究 就是關於飲用低咖啡因綠茶 對壓力和睡眠的功效 用家他們會覺得壓力指數會較小 而且他們會覺得沒那麼疲勞 睡眠也會較好 不過這些研究比較細形 所以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去證明飲茶和睡眠的關係 既然飲茶也可以 難道真的反氣攻心會較好睡眠? 反氣攻心其實最主要是指 我們吃完飯後 突然我們的氣血 去到腸胃幫助消化 頭部我們的氣血供應就不夠了 清陽不升的時間 就出現了一些紛紛沉沉的狀態 近代研究都發現 如果我們晚餐吃飯 我們睡眠的質素會比吃麵 或者吃麵包更加好 但是按照我們的體質 都可以選擇不同的米 如果是一些體質胃寒比較重的人士 一些女生可能真的不吃得凍東西 或者離月經會痛得很厲害 偶爾吃糯米 它暖胃和補氣血的效果 也會幫到你 但是吃糯米的朋友 就要留意 如果平時消化能力比較弱 容易覺得飽飽飽飽 就不太適宜 有些人經常都會很煩躁口渴 在米上面 或者在平時的米飯裡面 加一些小米的時候 或者吃一些小米粥 都會有幫助 說不太適合 我或是否有點冷靜 渡了